我要來脆皮這一塊五花肉了 好一陣子沒有弄了 其實有一點點忘記 不過就是憑感覺 那先要做醃漬的動作 醃漬的動作 我要拿這個嗎 這會不會太小 好像有點太小 我拿大一點的這個盤子好了 這個比較剛好 好 這個比較剛好 這兩個 剛才踢到腳好痛 這兩個杯子等下用到 不是這次要用啊 等下我們拍東西要用 先把它拿下來 不然等下都又忘記了 然後這個用不到 這個喔 這也不會喔 我拿來 醃漏應該會比較均勻吧 好就這樣子 反正就是憑一種 還是要拿這個來醃漏啊 這好像更適合耶 這個容器 我看一下 這個容器應該更適合 用這個 好這個先放回去 好 好怕 這個東西卡住了 嚇我一跳 啪聲好大聲喔 好 鹽肉 不用任何的技巧 就是拼種感覺 看拿什麼調味料 我就用什麼 先拿蒜鹽 蒜鹽就不用再另外加鹽巴 鹽巴 不需要裸勒 我需要一點 這個紅椒粉一定要 然後 要一點白胡椒一定要 然後 咖哩粉 不用 五香啦 還是需要一點 五香 我個人覺得有點五香味道會 比較好 五香 然後不需要義大利香料 原則上應該這四個就差不多了 齁 然後我最近都沒喝威士忌 放一點威士忌進去 這邊 這邊有 我以前蠻愛喝玉樽的 因為威士忌也很容易宿醉 然後玉樽啊 其實比較不會宿醉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在喝啦 可是 這個很便宜 可是我最近不太喜歡喝威士忌 然後我們就 平一種 叫做感覺的方式 其實它醃料後來覺得還是要加夠啦 就是我自己 之前都想說不要加太多 可是醃料還是要到一個比例啊 就是比較好醃啊 而且其實我的肉蠻多的 我們就這樣子 五香大概一匙 五香味道比較重一點 所以 五香不要 我不喜歡把五香加太多 然後 白胡椒我可能會加到快要兩匙 大約 這個就是依照自己的個人口 口味去做調整 沒有什麼一定 對 或不對 這大概兩 大約 你可以用你們的叉匙 好 這個就是調 等一下最後我再嘗一下味道 再決定 要加什麼 阿這個 就加一匙就好 因為這個 這個 菸樓小朋友會吃 所以 不要加太多 原則上 就是這樣 好 很隨性 沒有隨便 是很隨性 然後接著 好 這個 先放旁邊 就灑蒜鹽 鹽的話 可能就這個也是 看狀況 這個蒜鹽是 這瓶蒜鹽不便宜 我早上才跟信念菜林講 這瓶兩百多塊 它上面寫日幣的收價是六百 所以就適當 這樣很適當吧 好了 然後我們就加點 威士忌 你用米酒也是可以 用紹興也可以 就是看自己個人的口味 因為 我剛好這邊還有威士忌 加點威士忌 然後我們稍微攪來看它 我覺得不要太濃稠 就是我上次醃就有點太濃稠 還是要有點讓 就像這樣子 有點 稀稀的 這樣子 是比較舒服的狀態 這個 其實還可以 還可以再吸一點點 根據我上次的經驗 因為 其實它等一下會 稍微粉 因為粉吸了以後 就會有一點 那個 這樣 然後 這時候 最簡單就是 你可以跟我一樣 偷吃一個味道 看一下 什麼口味 想要多一點 喔 不夠鹹 然後有點 我覺得我五香加的有點太多 下次五香 要加 少一點 可是鹹度可以再增 增加 那我就用蒜鹽來取代 五香味太腫 可是沒關係 其他還好 我用鹹下去 稍微 壓一下它那個味道 這樣好多了 然後接下來 我就拿剪刀 把這個肉 我這次是 用 不要搓洞的做法 不要搓洞的做法 就是各有各的 好壞 先把湯匙放回去 好放在誰 因為我上次覺得不搓洞 因為我這次買這個豬皮啊 真的太 怎麼講 它太 你看喔 有沒有 它豬皮很厚 不曉得一般豬皮有沒有到這麼厚 所以我怎麼做都覺得它太那個 你看它其實它五花已經有點分開了 那我們一樣就每一面都沾 每一面都沾 沾到 都沾到一個 就是 其實你不用太care 這個做法 比較不用care說 好 這樣 OK搞定 好 當然你也可以先切條紋 如果你先貼條紋的話 其實會更均勻 就是像這樣切一點條紋 可是如果不切條紋 就是像我這樣 就是比較偷懶做法 那網路上當然就是 兩個做法都有 有沒有注意到我剛才講的 你看喔 乾 就是 已經 其實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 豬肉感覺也是會吸水的有沒有 那個料啊 其實 都是 變乾的 那當然 因為這個做法 它的表皮啊 是 最後 乾的過程 不是用 冰箱 是用烤箱 所以 其實 我們比較不用去care 然後 這邊還有一些料 然後 因為自己要吃的 我們就抹 也不要抹太多 我怕抹太多 小朋友會覺得 太辣 這次味道調的稍微 重一點 比較重一點 它直上就是這樣 那你當然如果你想要味道重一點 這些就是 可以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可以 加點酒 或什麼 我先簡單洗個手 我自己感覺是 如果味道稍微再讓它 重一點 這邊 再加一點點進去 然後它比較稀 稀了以後 然後 一樣再拿個湯匙 把它攪 現在才淋出來了 他在看我眼 我上次做的大家都說好吃耶 五香味好棒 對 五香味 這個就是這樣啊 好 下十五香 我就少加一點 好 然後就把它倒在中間 就讓它去醃底下的那個味道 好 接下來就是重點啦 我先把這個擦一擦 然後 把該丟的東西 先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把它丟掉 給我掉 給我掉 OK 然後 接著就是拿 等一下 這個 再幫我沖一下 保鮮膜 這個 這個 保鮮膜吧 它有個做法是就是 我上次看 我第一次做的時候 是把用邊 就是把中間圍起來 然後讓冰箱去封乾它 可是因為現在我用的這個是我第二次做的那個做法 它並不是用冰箱封乾 所以原則上就是 這個動作就只是 醃漬它而已 所以就是要放的久一點 在冰箱 那放的冰箱久一點 那大家會建議把這個稍微圍起來 就是讓 它那種味道是分開的 不會是 因為這味道真的很難重 我們就把它 圍得好一點 好 這是第一層 再一層 兩層好了 第二層 稍微拉長一點 拉長 大家好建議怎麼煙會更好吃 我上次這樣做的時候 天啊跟悠悠都覺得還蠻好吃的 可是上次新店菜裡 沒有吃到 他沒有吃到我對他滿滿的愛 所以我今天打算做兩大塊一起 把愛給他 雖然他都不想理我 他一點都不想理我 你看 你都不理我 你看我做的這兩塊 很大塊吧 這個就要加五香才有味道 做出來比較不會那麼重 你後面我也不喜歡加八角 就是不喜歡調味料 好吧 下次我就少加一點五香 好 OK 加松露 松露 松大頭啦 松露 我放下面好了 對啊 我放下面 下面比較不怕味道 好 OK 這就看自己喜歡的程度啦 你想要濃一點就醃久一點吧 像我們就隨意就好 然後 我今天有買這個 白桃 不知道你女兒喜不喜歡吃 那比較硬 這可能要放稍微久一點 他喜歡吃水 可是我今天拿的時候 他這個已經有點軟了 一點點而已啦 就感覺再放個一兩天就可以吃了 他們今天上課上到幾點啊 12點半 12點半 現在幾點 你女兒不是恰好還要上課 幾點 2點半 2點半 好 就這樣子吧 好 OK 我們要來拍影片了 那 昨天就這樣上 他就不上 昨天怎樣 他就不想上 好 就這樣各位 拜拜